要直 要卷 要随性 三支最新的整髮器 通通整理给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最近有好多新的整髮器 开始出现了 像是Dyson的直髮器 GHD的卷髮器 还有Panasonic 标榜奈米水离子的整髮书 这些造型器 其实都是可以帮你一边做造型 一边好好保养头发 不会伤害髮质 我今天请到了Niko老师 一起来帮我们介绍这些吧 嗨 Niko你好啊 你好 你知道Dyson这支直髮造型器 有多厉害吗 我刚刚有用过 要不是因为我没有机会 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用到它 因为我现在是抢先的 先使用到它 对 很荣幸 其实这一支Dyson的造型夹 我大概应该是二月底 要去新加坡参加它们的全球发布会 可是因为就是那个肺炎的疫情 就是大家都禁止出差 所以我等了好久 终于在现在等到一支可以送到台湾来 就抢先把它拿到摄影棚来 来录开箱 也不是要录开箱啦 就是我想要让大家都知道 到底大家都在夯 大家都在讲的这个Dyson的直髮造型器有多厉害 这一次啊 我真的觉得它们很厉害 因为它们利用一些科技 让头发变直 那Dyson的这一支啊 它们其实创新的改变 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 就是它这里面啊 它这是一个V型的夹子 它中间啊 有一个弹性的面板 那这个弹性的面板啊 它是利用铜跟猛的合金 大概有六种金属做成 然后呢 然后很薄 重点是它可以很厉害的把头发夹住 它用这个弹力可以把头发好好的夹住 然后比较稳 所以在你拉直头发的时候 你大概听说做到两次 你头发就马上就拉直了 像它这个直髮造型器啊 它的温度控制啊 其实有三个 就是165度 185度跟210度 那因为它说它的这个弹性面板的设计 它的温度不要用太高 头发就很快就拉直 那Niko我想问你 热造型的时候啊 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然后导致头发容易热伤害 就是温度调太高 然后没有选择适合自己的温度 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还有就是我们一般人不会分的 像专业分的很细去夹 所以我们大概会这么大把去夹 那因为它这个比较特别是它面板比较 这个缝比较大 竹顺之后去夹它 包覆的头发比较多是不是 对 所以它就是可以就是效果比较好 然后它无线 所以你不会因为有一些场合或者一些地点 可以使用它这样子 对啊 因为它的这个无线设计我也觉得是现在这种加热工具蛮贴心的设计 它大概70分钟它就可以充满100%的电力 然后40分钟就可以充大概90%的电力 那充满大概用30分钟就好了 那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一般人一颗头大概30分钟应该都可以做完吧 应该10分钟15分钟应该就完成了 只是我觉得它其实好像蛮重的 就是重量蛮重的 对 因为它把那个所有的电池都可能都在这个里面 对 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它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 除了是这个无线充电设计啊 它还有一个就是飞航模式 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是一个飞航模式 因为啊 它就是说标榜它就是可以放在包包带着走嘛 那如果放在包包它不小心触碰到按键的话 它就会自动发热 那你的包包不是就发热了嘛 有一个飞航模式 你把它搬开来 搬开来之后呢 把它夹起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锁的锁 可以把安全锁把它锁起来 你按到什么按键它都不会被启动 所以是一个非常安心的设计 那这支执法造型器啊 其实针对好像毛罩的头发可以瞬间拉直 那如果说我真的头发很毛罩 就这样就是一直都乱翘 自然就会拉直 对 那我要怎么拉直啊 就是有什么在做的时候有一些技巧要注意的 就是头发一定是要保持干燥嘛 就全干之后你可以用棕毛梳去把头发梳开 梳开之后我们一样就开机嘛 然后选择这个就是你的垫有多少嘛 然后就选择你自己头发的温度 像我的头发是比较瘦损 我就会选择165度 那你头发是很健康的人 你就要选211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有健康又有瘦损 你可以选择185度 你等个三五秒它其实就有声音它就热了 它告诉你太热了 然后呢你头发一定要把它梳顺 然后稍微把它用顺之后 你如果这里想要夹蓬不想要太贴 我们可以拉高一点角度 然后越受损越毛罩的地方 我们可以稍微停留多一两秒 让它毛罩抚平 然后它面板很滑 然后夹起来会有水分的感觉 因为它里面这个里面啊 其实它有电气石可以释放负离子 所以它也标榜 就是在做不同温度造型的时候 都有负离子释放保护你的头发 它蛮直的 欸 很直欸 这边你看瞬间就变直了 如果是一般人满 其实还蛮好使用的对不对 对 你就是比较毛的地方 你就再多停一下下 可是其实它效果还蛮好的 如果我这里想要蓬我也可以这里 我喜欢这边有一点蓬度 看起来脸型会比较好 我就可以拉一点角度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 半平山的样子 对 然后这里就会有点蓬蓬的 脸就会往上拉 对 那Dyson这一支 如果我们要做一些微卷的造型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一样就是可以把头发拉一片 大概三角形的一个分区 然后去做 翻着卷一半往下拉 慢慢的慢慢的 因为它的侧面有一个弧度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弹性 所以它蛮适合做那种浪漫式的微卷吗 药卷不卷 对 就是烫头发又很难烫得出来 然后一般电棒又上不太出来 只有离子夹这种才会做得出来 这种自然的很随性的感觉 像Dyson这一支 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个智能温控的系统 就是说它一秒可以侦测它的温度一百次 比起之前的四十次还更精准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支真的是高科技的代表 对 因为蛮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有一个 很像避震器这样 端端QQ的感觉 所以你在夹的时候头发会减少拉扯断裂 它会帮你辅助那个头发的张力 跟去做一个平衡 对 对啊 所以现在的这种造型器 真的都是能够为保养头发而生 就希望你可以在做造型的时候 同样可以让头发的发质顾好 这是最好的 第二支我要介绍GHD的这个双管电棒 因为很多女生在做那种电卷造型的时候 其实手是真的很手残 她必须要记住自己的角度 然后头发要去绕那个电卷棒 那就是绕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这一支啊 因为它是双管 它就是上面是凸 下面是凹 所以你的头发其实放进去之后往下拉 它自然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弧度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电卷棒啊 也是现在蛮热门的话题 那我想要问一下NICO 你觉得啊 到底我们女生在做一些卷发造型的时候 最常遇到的难题是什么 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镜子 跟自己实际上的角度其实会有一个误差 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很容易烫到自己 觉得没有可是其实它已经用到我额头 然后额头就会烫伤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会有左右手不顺手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因为一般的电棒都是有一片铁片 那就会影响到操作 很容易有折痕 那这个东西呢 就只要轻轻的夹住往下滑 它就会有卷度了 可是重点是前提之下 它的这个logo这个字一定要在上面 你才会有卷度哦 你拿反了可能就变成是直法了 因为我知道它其实这一支啊 有一个就是一个冷热的塑形的一个科技很厉害 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电卷棒 它上面这个凸起来的其实是发热体 就是它维持185度 GHD认为最好的塑形的温度 那下面这个啊 其实是冷风可以塑形 因为像你们造型师一定知道 就是我们在做头发造型的时候 要先用热风塑形 热风是塑形 冷风是定型 那这一支啊 其实它后面啊 有一个很小的冷风扇的设计 所以你一开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个 感觉一个小电风扇在里面转 然后呢 所以它就是一边在做热造型的时候 一边在帮你做冷风的定型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真的是很简单的 它不用绕来绕去 而且它在做的时候 你不用去停留 让它有冷的定型 它直接就给你冷风在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超智慧的设计 那听说它做那个刘海的那个波浪也蛮好的对不对 那要怎么做啊 好 因为像我自己我非常不喜欢就是这样子 然后工作我就会看不到 所以我试了这个我觉得蛮好用的是 它的弧度是很自然的那一种 不是那种很老气的 它是那个C的感觉是比较特别 跟不是一般店帮人做的出来的 那我们一样就是上的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把头发先梳开 然后呢 我这里我一样喜欢有膨度 所以我会把角度提高 拉高90度 要拉这么垂直就对了 对 甚至100度 180度看你自己的习惯 然后我们就把手抬高 尤其因为顶部的头发我们角度要抬越高 对 这样才能拉高对不对 这个字一定要在上方哦 嗯 这里有一个logo的字 嗯 因为那边是受热的地方 对 然后把它压着 很像你在夹东西这样把它压着 然后轻轻地往上滑 往上 然后有一点带一点弧度 然后慢慢慢慢地滑下来 真的 哦 它就会有一个角度了 而且很亮 对 那你如果不想那么卷 我再拉一下 它就会变 很自然的一个螺旋 螺旋的卷度 有点像指推波纹的样子 啊 指推波纹 因为一般你在那边很麻烦 要上很多很多卷 然后才会变成这样子 对 它好神奇哦 它其实你只是把它夹紧 跟往下拉 它就会有这个指波纹的卷度了 那真的蛮厉害的 那这一支啊 听说也可以做那种蛮卷 枕头蛮卷的头发 那要怎么做啊 呃 就是我们的分区挑小一点 然后一样是平卷 然后放着 然后一样去滑 越平行的卷度 它的上起来的卷度 是会越卷 越复古 你拿越斜角 越直立的 可以这样斜的 跟直立的 上起来的纹路会不太一样 然后可能在上面一点点这边 我就会用有点斜角的 然后顶部这边我就会用平行的 平行的去上 那我整颗头 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 蓬度跟弧度 对啊 那如果是一般的电卷棒 你可能就要选择不同的尺寸 对 要很多支在家里 那这个就是一个尺寸 只要是角度有点不同 它的卷度就有不同的效果了 对 还有就是停留 你如果真的不想那么卷 你可能停留可以再更快速一点 它的纹路会再不会那么的深 那真的是一个蛮实用 蛮多变化的电卷棒 像第三支啊 是这个大概也是最近才会上市的 Panasonic的一个造型书 那Panasonic 大家都知道它的吹风机很厉害 就是它的奈米水离子嘛 就是你怎样吹完头发 它的头发都会保持一个很好的湿度 让你的头发就是越吹越亮 那它最近出了这支造型书 我也是非常的惊叹 它这支最厉害的就是有一个这个 沙龙造型书 就是在书的时候 它可以就是夹住你的头发 夹得很稳啦 所以你就可以任意做出造型 为什么这种造型书 以前比较普遍不受到欢迎 第一个就是 我真的也还没有看过这种夹子 所以很多像我看到客人他们在使用 叫他们自己用给我看 它可能一只手 这个其实还是有温度 它会烫 然后手又抓不到头发 然后风又吹 然后就飞走 有一半可能在外面 就很难控制 所以有这种造型甲这种书籽 你可以轻轻这样子去滑它 你的头发就毛罩也会减少 因为它有张力 就很像离子甲的概念 可是它又不像离子甲的那种 它像吹出来的那种自然感 再更多一些些 像一般的那种造型 就是加热的造型器 因为它的温度都很高 因为它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透过很高的温度 赶快去做塑形的效果 那大致上都是从160度起跳 所以都很高温 那因为这个是搭配类似像吹风机 所以它的温度大概是108度 所以是可以 就是它的温度不是很高 可是还是那个造型的效果很好 再加上它一样有就是 他们Panasonic最厉害的就是奈米水离子 所以就是你做完这个造型的时候 其实你的头发是水水亮亮的 因为它就是给你很多保湿的保养 所以会觉得蛮厉害的 那像做这个 用这个造型书去做那个造型的时候 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像在夹这个的时候 因为它还是有温度嘛 所以你在夹的时候 你的弧度不能停顿 是一个直角的状态 这样是一个顺的 画C往下 要画一个圆弧的C 你也可以是直的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有时候我们画C的时候 会突然停留的时候 会拉变成一个直角 就这样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杠杠 吹起来的时候 这里就有一条正方形的感觉 有一个三角形这样子 所以就是要用尽量是顺的 然后画弧线的方式 不要想太多 就一次把它做下去就对了 对啊像这种造型器我也觉得还蛮不错 就是因为它有热风跟冷风 所以你热风造型完之后 你就立刻转冷风键 它就是用在冷风吹吹 帮你冷却去塑形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那你是不是也有发现 它其实有附蛮多的头吗 就是一般的那种造型书都附一般的头 可是它有附一个我觉得也蛮可爱的头 是这个 就是吹 吹嘴 吹嘴很小很迷你 那这样其实就可以替代吹风机了吧 就是像有一些女孩不是早上都会洗流海 因为可能出油 那她又不想洗后面 她就可以用这个 她就直洗这一块 对 吹局部 可以吹在一些比较法跟这种 局部的地方 头发才不会其他的地方被吹散 然后流海 它风也蛮强的 看一下 它又有你最喜欢的那个奈米水离子的味道了 对 就很舒服 然后如果你这里酸也可以用直接吹 肩颈酸痛又可以来吹吹 你看我的头发可以这样飞起来 它锋力很强 而且塑形效果也很好 那我知道像这一支啊 其实用这个造型沙龙酥做出一些那种浪漫的法 那个法尾那种C是蛮好的对不对 因为像其实蛮多台湾的女生就是喜欢这种 像正方这种C 对 这种内弯或者是外弯的C 就是一个C就好了 那这个C我们用这个要怎么吹呢 呃我们可以依照你的法量去做分区 头发可以抚平的更快 因为你挑越后它根本夹不住的时候 效果反而没那么好 那我大概是在哪个时候要把它内凹 实际是最好的 如果我要做内C的话 而太阳穴以下的我们可能C的弧度就是比较小一点 角度大概抬45度角这样去画一个C字形为C 然后在上面太阳穴以上这边我们的C的角度 我们就要高一点点去做一个 画一个大C一点这样 就是以太阳穴为主这样子 太阳穴上面就高一点 对对对对 越上面越高这样的法根才会吹得到 通度才会足够 那如果我想要法尾是YC呢 YC要怎么吹 YC的话其实 原则上其实不用太多角度 我们就是可以从法中就可以画一个 也是维C往上 是手势的问题 它就会有点悄悄乱乱的 像今天就介绍三支 有诉求执法的 卷法的 或者是这种很浪漫的维C造型的造型器 我觉得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跟你的法质 还有你的经济预算来做考量 那Dyson这一支 它其实有出专业版 就是电线比较长 那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卷法 手残女就是使用这一支蛮好的 那如果其实你只是日常使用 想要轻轻松松的维卷造型 Panasonic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Niko你觉得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对 好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发型的问题 或者想要问Niko什么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拜拜 嗨 哈啰 等一下我的手机 嗨Niko好久不见 嗨 好久不见 天哪 我不要跟他打招呼 我们就直接讲了啦 我觉得女生真的都喜欢这种要卷不卷 烫不出来效果的卷 我这里好像要一卷 我来看看 这个不会拍 这个不会录进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能剪进去啊 嗯刚刚那个不太饿了 像我这边的头发没有那么多 法案比较少 我就可以 你要做的是model 不是你 哦好 我们可以 哈哈哈哈 我好凶啊 欸你要很赖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